老大离家时将生意交给弟弟经营,十年后归来导致弟弟妻离子散。 小龙和小虎两个是亲兄弟,小的时候就感情非常好,他们的父母是轻伤的,所以两个孩子从小家庭条件就非常的优越,两个孩子也变得聪明懂事。 一转眼两个孩子都大了,本该父母到了享福的年龄,可谁也没有想到,在两个孩子二十岁的那一年,父母要去远处采购一批货品,路过一处小镇,由于天色已晚,没办法只能在那留树。 半夜狂风暴雨,山上发生了泥死流,他们父母被埋在了地下,几个小时都没有动静。 经过救援队几天几夜的寻救,才找到了小龙他们的父母,可找到后两人早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增。 得知这个消息,小龙和小虎两个人悲痛欲绝,一直在家里哭了两个月。 后来两个孩子痛病死痛,决定好好继承父亲的生意,并把他做大。 刚开始小龙比小虎大几岁,所以小虎每天只负责一些内情工作,而小龙负责货物进出和资金的运转。 所以在外人看来小龙是老板,而小虎只是个帮忙的,所以什么事情都会和小龙说。 不久后小龙就结婚了,小龙跟他女朋友小丽认识是经过邻居介绍的。 虽然小龙没了父母,但是他们家的家庭条件依然非常优越,所以也导致了很多女孩子增肩恐惑地想嫁给他们兄弟俩。 两个人在一起后谈了半年的恋爱就结婚了。 和小丽结婚后,由于小丽家也是经商的父母,事业做得很大,而且有的时候还能照顾到自己家的生意。 再加上小丽的父母身体不好,所以就希望小龙能去外地帮他们经营生意。 小龙虽然不愿意去,但他也不想违背自己老婆的意愿,所以就去了外地,把家里面生意留给了弟弟。 小龙走后不久,弟弟就结婚了,光阴四溅,时光如说,一转眼思念过去了,小龙在外面生意做得很大,但也非常思念自己的故乡,再加上自己这么多年没和弟弟联系了,所以就打算和老婆回家看看。 说走就走,第二天两个人就开车回到了故乡,见到弟弟后,小龙吃惊了,弟弟面黄肌瘦,穿的和捡过来没什么两样,家中连一点值钱的都没有。 小龙就问,这么多年,你怎么过成了这样呢?弟妹呢? 小龙更噎的说,你走后两年还不到,我就染上了杜博,把咱家的生意给干倒闭了,老婆也和别人跑了。 我听来后瞬间泪如雨下,没想到弟弟这么多年过得这么惨,自己这个当哥哥的太不是人了,我决定给弟弟一大笔钱,让他东三再起。